另外我们看到我们亚洲南亚这个地方 孟加拉也是很乱 他们的总理已经逃走了 我们来看看包括世界上任期最长的女总理 就是她哈希娜被人民给推翻 她仓皇逃出国 逃到哪里逃到印度去 我们先来看看哈希娜 她任期20年历经了19次的刺杀 逃过好几次的死劫 可是她的确有把经济给带起来 经济有成长 只是她的这个做法 让很多人批评人民民主倒退 所以这一次大学生群起激愤 还有一些民众到街上去游行 把她从总理府给赶下台 她下台流亡了 可是大家看一下 她蛮奢华的Dion的行李箱忘了拿 民众狂欢啊 闯进去 搬空她的官邸 连鹅 官赏用的鹅都给抱走了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一些领导人 可能奢华 她下台之后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景象 您看到有一些东西都被爆米给烧毁了 而整个孟加拉现在局势稳不稳定呢 我们看到临时政府已经组成了 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努斯 现在被政府临时政府聘任为首席顾问 要来领导稳定这个国家 可是印度 大家知道印度跟孟加拉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印度外长就说 我对于孟加拉的危机深表关切 尽管这个哈希纳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印度 可是他想要转机到伦敦 只是现在英国政府有压力 他可能因为他有一点这个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民主倒退 人权倒退被批评 而且他镇压这些示威者 所以西哈娜能不能够如愿逃到英国 现在看起来不见得可以 所以现在看起来局势很混乱 下台的或是逃亡的领导人的未来也不知道 只是孟加拉的动荡会让印度很concern 他很忧心把孟加拉更倾向中国 因为大家知道孟加拉的地理位置 其实就夹在两个大国中间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印度 过去他跟印度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可是在女性的总理哈希纳的任期末尾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其实也跑到中国去 包括他上个月7月份才见了习近平 然后在外交上面在投资上面 都希望中国可以意图一些东西过来 所以在贸易投资为主的28项协议两个人 他在中国有签订像这样的协议 包括一带一路这些项目 希望都能够引进 可是现在有变数了 学生示威推翻了哈希纳 有一个所谓的阴谋说好了 就说是不是中国在后面策动 中国跟巴基斯坦合作 煽动 把这个政府推翻 然后请向中国 这个巴基斯坦总理说 中国的帮助独一无二 因为我们中国跟巴基斯坦本来 我们巴基斯坦跟中国本来就是很铁 所以他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所以包括巴基斯坦他的意向说 我愿意跟美国恢复建设性的外交接触 可是前提有 就是你不能伤害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南亚这些国家 现在跟中国大陆 跟印度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跟中东的情势也有一点点像 不过我们看看印度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好了 他也在崛起当中 他的国力 他的武器 他的武力也要有一些展示 包括我们看到 现在有十个国家的战机 齐聚印度 他们做一个跨国的空军演习 某种程度也是一场秀 波浪之力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震撼登场 波浪之力 说是最大规模的空军 跨国的空军演习 波浪之力 2024有30个国家参与 其中有10个国家派出战机 另外我们看到印度的空军 副参谋长就说 你可以看到各种方方面面的 最新的一个军机来做演习 这一次的演习 有人就评断了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媒体 说会变成美欧阵营 势同拉至中国的西南边界 要防堵中国的扩张的布局 因为大家知道印度跟中国大陆 也有一些边界 或者是在外交上面的一些不和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千凡星座 首发成功把18颗卫星打进轨道 这是他们一个新的太空发展 来 我们请教赖老师 哈希那是政治家族 因为他的父亲是孟加拉的国父 他的父亲在推动独立成功之后 没几年 大概四年多 那就被暗杀身亡了 所以哈希那就继承了他的父亲 有了很巨大的影响力 后来就入主哈希那的政治 掌控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间 他使孟加拉从比印度贫穷落后 变成比印度还更富裕 经济成长更大 人均守得比印度还要更多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的人口实在是很庞大 1.7亿人口 这个国家您刚刚谈到了 他在于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 其实他是紧邻印度 离中国还有一段路 因为中间还隔了一个缅甸 然后他跟缅甸有矛盾 因为这个跟缅甸的矛盾 是建立在罗新亚人这个部分 罗新亚人是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这一族人是被英国的殖民者 那么派过去缅甸 对缅甸人屠村 杀了几十万人 那这些人后来就停留在缅甸 缅甸政府不给他们身份证 因为他们跟缅甸有仇 缅甸希望他们回去孟加拉 孟加拉拒绝接受 因为这群人回来的话怎么安置 对于孟加拉来讲 不愿意安置这群人 这群人就成为世界的孤儿 无身份证的人 到今天为止都还是如此 好 所以就隔了一个缅甸 可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讲的话 那么经由缅甸到孟加拉 这是中国大陆它要发展的路 那当然孟加拉再往南走 到这个斯里兰卡 然后再往北走 您看到了 那就是巴基斯坦 然后往东就这个马尔代夫 这样的一个构成 这样的一带一路的发展 可是由于孟加拉他本身 因为考虑到跟印度的 警邻的关系 所以他一直采用大国的平衡数 就是说他夹于两大国之间 他一直采用平衡数 最近他有一个运河 也就是河流的一个整治计划 那中国大陆的企业都准备好了 也探勘完成了 技术没有问题 资金也没问题 但是哈希那最终还是给印度做 可是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基础建设能力很差的 资金也不到 那怎么还是给印度做呢 就是平衡 也就是说避免得罪印度 因为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上游是在印度 那更上游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本身对于印度之间的考量 他很多 他的这个导火线 就是怎么突然间崩解 主要来自于 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好 年轻人有3200万的年轻人 1.7亿人口 1.7亿人口 有3200万失业的年轻人 这太庞大了 那怎么办 所以因为失业的年轻人很多 这些大学生失业的时候 他们更看重公务人员的位置 可是公务人员的位置这么稀缺 结果他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进行公务人员的改革 这个改革还得了 为什么 因为保障数扩大了 是 扩大到多少 百分之五十六 所以开放出来考试的名额 只要44 对 而这个五十六里面有30% 竟然是给工程的后代 对 那这个后代 以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已经不知道是工程的独地几代了 对 这个简直是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因为哈希娜就是受益者 他就保障他们的 目前的既得利益者 对 那这个还得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引爆了这个学生的冲突 学生的冲突引爆以后 他应该要很敏感的掌握住 这个学生的反弹的力量很大 结果他采用镇压 这一镇压 高压镇压 一有死人就不得了 没错 大约有300 是的 300个学生或者是民主 在这一场镇压的行动中死亡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对于孟加拉 对于像是中南半岛 或是南亚这边的局势 请教院老师怎么看 我首先要先强调 我小的时候 孟加拉不叫孟加拉 叫东巴基斯坦 对 你要搞清楚 这个国家完全是 印度跟巴基斯坦 这是狠狠干了一仗 然后才获得独立 所以说孟加拉偏袒印度 基本上是有历史传统的了 那所谓的国父的话 基本上如果说是没有 印度打赢了巴基斯坦的话 孟加拉就不会有这个国家 东巴基斯坦 英国人搞出来的奇怪 那个地图画的是非常奇怪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结果我觉得哈希腊本身 所做的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 这个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 那么看样子20年的执政 他太完全失算了 他失算首先的话就是 注意到其实在印度跟巴基斯坦 他们或者说是在孟加拉 他们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印度前一阵子闹得很厉害 就是为了当兵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业率不张 所以大家都喜欢搞国家 国家单位的话 这一次的孟加拉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对于一般来讲照顾 但是他这次改变的话 他这个过度调高比例 弄得快像世袭一样的话 引发了人当然不满 然后他第二个错误 就是他镇压 镇压以后 人数不得了 几百人镇压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当然大家非常不爽 对不对 然后直接攻击 然后第三个的话 他要跑到印度去 然后讲明说 他其实要跑到英国去 就是这些都是英国原有的殖民地 这些传统当中 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你这个跑掉的时候 他自己心知肚明 大概就是大势已去 现在孟加拉 孟加拉其实基本上 讲起来是一个蛮惨的地方 因为你打开地图看 他大部分那一条整个河 基本上都是一些沼泽地 淹水淹得非常严重 穷得要命 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过了 讲到这个 人民很辛苦 强调人又多 你跟我讲1.71 对 而且地方并不大 又很热 往往都是创世界纪录 不管讲这些坏处 但是这里面有个消息 我觉得说 就是说这个 怀疑中国跟白金斯坦合作煽动 这个让我觉得 因为说两句话 这是有报 自由有报所刊登的 自由之报 我那天才发觉 自由时报 离这就不远了 我每次的堵车都看到 就在旁边 就在我们TVBS部地 对 就在旁边 我必须要强调 这个目前情况来讲 讲白金斯坦或是讲中国 他们联手起来搞孟加拉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原因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也基本上印度 对于孟加拉之间做什么事情 他管的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印度有一个特色 他周遭的从北到南 马尔地夫 什么尼泊尔 什么布丹 什么跟他主的都不太好 因为印度本身来讲 就是有要这种 亲在别人主权的想法 对 我们看到这个总理 他逃离的时候 他搭乘直升机 那荧幕还被民众给拍下来 他逃离 然后往印度飞过去的 那个直升机的画面 其实也都映烙在 所有的民众的心中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最后的时间 留给兵哥 我觉得自由时报 转述印度时报这个报道很瞎 瞎在哪 他说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想要去颠覆孟加拉 他为什么要去颠覆孟加拉 孟加拉这次哈希娜连任 第一个去拜访谁是大陆 对 表示哈希娜正在跟大陆关系还不错的时候 借力关系 对 所以他干嘛去做这件事情 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倒是印度你现在要注意 因为哈希娜一跑就先往你那边跑 你对留在印度的这些反对他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 对 对不对 那这些照理来说这些政党恐怕会叫你把哈希娜交出来 所以你印度自己要去考量你到底要收容他多久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烫草山域丢给英国 我觉得这个是他印度自己要去想的 那当然印度一直很有很多想法 所以他去举办这些大型的这些 彼此之间的演习要干嘛 但是我必须说 第一个印度本身就是一个不解锋国家 所以他不会接受外国的军队 然后外国军队离印度太远也不可能会来 所以这种演练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结果这个星链 他们准备明年要发到648颗 千百星链 对 到2030年要发到1万5千颗 这个是一个还蛮高难度的一个目标 如果真的被它发生成这样的话 它到时候载轨的卫星 比现在星链还要多 那整个通讯的密度 就会比现在星链还要强 2030很快 其实在6年就到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